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乌军里程被迟突破 俄军狂退射阿公里 打四个月败仗 普京紧急呼叫阿格立 耻辱之战 俄90%突击队被毁 乌军直倒王龙 中观整个窩囊战场 哈伊藏战区的第列北河前线 是乌军战果最封销的地方 这几天 这套乌军又取得理程悲悉突破 近日乌军海军陆战队第140偵察型部队 在第列北河左岸哈伊藏地区 科斯托隔离左卫定居点附近 发现了乌军藏在重林中的BM-21格纳防空导弹系统 乌军什么都不用说 马上终于定位 一发海马斯就将他解决阻落 前线最新消息显示 乌军在第列北河左岸建立的四个桥头堡 已经连成一线 多禄军正在攻击前进 俄军败退至河岸四十公里之外 有俄罗斯内部军事博主证实 防守第列北河左岸的俄军第104空干支 第328团第144团和哈韦兰队第810女皮泰盡险 无心戀战甚至尿之大根 还有消息说 此前驻守奥来沈基沙迪的冬月兵拒绝作战 俄军指揮部只要将他们调回去 并用一支特种部队顶替 但是这支特种部队刚到前线没多久 就被乌军的大炮摧毁了 俄军的这一举动 也让我们看到俄军的兵力部署 在第列北河的防守有几个困兵 俄军态势图显示在哈韦兵 由于俄军在反跑兵和防空方面的漏洞 所有装甲反击全部失败了 连同T9力主战塔作律的 多个大型武器装置都被摧毁了 而乌军继续向哈韦兵动物方向推进 并深入森林向M14功劳扩大控制权 乌军同时还继续在哈韦兵尔南森林向M14功劳推进 并已经成功撤断了这条公路 同时 哈韦兵尔东俄军正在发动一波反击 但被乌军打退了 同时 乌军各个桥头堡的阵地 都在向南尽力推进 因为必须将阵地向南推进到距离河边10至10里 但赢得到河桥林才可以安全突然 重役装备也才有可能被大量输送过河 这对于左翁乌克兵部队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 乌军在左翁的推进已经引发了俄军的恐慌 俄罗斯已经建议左翁占领物正当局撤离沃内审击 乌军目前在左翁的控制区长约9公里 深约4公里待命 乌军的作战任务已经完成了一半 等另一半完成后 就是乌军大军直到克里米亚的史尔克兰 到时候 俄罗斯会更恐慌 截至目前 乌军距离到达克里米亚 仅仅剩65公里 胜利正在没多远的地方向乌军照守 说到克里米亚 还有一个消息值得关注 10月20秋凌晨 一场暴风雨袭击了克里米亚 到近50万克里米亚人断电 俄军在克里米亚 叶夫帕托利亚海岸附近 华国的战壕防御工事都被海水掩没 一些道路铁轨被冲毁 使得俄军几乎没办法冲击后期保障 雷达系统亦可能被损坏 至于损失到底有多严重 好了 要过几天才知道 乌兰六军司令西尔斯基上将在20秋发布的战迹报告显示 目前俄军正持在乌冬战线的呼辟 试试耐曼战线即刻发动进攻 他在释放碾润 当我一一到内 可能是因为进攻多4个月仍然没有进展 普京又将牙格纳冠独军挨到回来 调到呼辟阳斯坎 另外 由此俄罗斯监独犯组成的风暴 风暴EZ 和风暴V计划的部队 亦丢来攻击乌拉阵地 主要进攻的目标是哈尔科夫的小镇 到目前为止 俄军在呼辟阳斯坎地区未取得任何成功 战斗继续在伊曼尼夫卡、申基夫卡、哈尔科夫地区进行 在来曼战区 俄军施图袭击借尔布良斯坎森林地区 进攻他们疯狂地使用炸弹、战机和直升机作为火力支援 仍然无济于事 针对当前的战防 乌拉武装部队地面部队司令在Telegram上发文表示 7月18日俄军对哈尔科夫发起进攻 目标是呼辟阳斯坎 但打了4个多月也未成功 这个结果好好证明世界第二军事强国的衰弱 要知道 智乎拉法在反攻行动后 俄罗斯在本土集结了20万大集会部队 俄罗斯最精弱的坦克第一军 以及巴罗斯调过来的六战王牌塔曼斯基斯的残暴 第一步唱团也偏入集团 这样的一支部队打出来战绩真是没问题了 另外 为何俄军是尼拉哈夫被杨斯坎呢? 因为这是一个主要的铁路树柳 地地位置独特 有五条不同的线路在这里相较 其中一条直接通向俄罗斯 俄罗斯通过这个小镇 可以给前线运送急需的补给和增援部队 以维持俄军在乌东的持续攻势 因为太关键 所以去年下末之际 乌克兰陆军上将西伊斯基决定对呼比杨斯坎发动闪电反攻 呼比杨斯坎的重要性 还体验在普京希望通过这次大规模进攻 能够将乌克兰投入南部反攻战场的部队吸引过来 减轻南部俄军的力 中而倒入乌军的反攻 但普京的希望落空了 所以他从亚加勒 囚犯军脱都调过来 希望复制巴默特进攻 但这样是解决问题吗? 说到乌东战线 对此刻战场的阿弗迪夫卡一切热门话题 今天要再讲讲这里的最新情况 近日在阿弗迪夫卡毕役的斯折波委附近 户队47旅、31旅等部队联合起来打了一场很漂亮的反击战 此后 由俄罗斯军事博主宣布 俄军善意撤上斯特波委的教区 这已经是俄罗斯人 第2次被赶出这条村的东部教区 这个善意也真是够真诚的 好了 机械化部队第24旅的一名战事报告 俄军动用了多达20部各种旅营的车辆 越过了铁轨 但90%的突击队被摧毁 其余的都逃跑了 在斯折波委以立 俄军亦发动多次进攻 但都无攻而返 在战斗中 一部热门的波拉丹尼战车 被某种火箭击中 但他似乎没有受到任何损害 在释放以往后成功撤离 根据热门发布的影片 这次反击 热门FPV无人机立了大功 无人机协同炮兵一起 将躲在地洞、房屋残骑、地下室 受损设备等地方的俄罗斯步兵 拿到屁滚尿流 最终终于捱不住撤走了 俄罗斯那边传来的消息还说 当地复杂的迷宫结构 被热门带来更多优势和机会 他们可以在那里装摄像头监视 或装上电子战系统 搞到俄军的无人机一筹没展 反弹导弹的位置 亦很难被发现 对施設波位的进攻失败 亦置底破坏俄军进攻化工厂的计划 俄军能不再次退 阿福迪福加不侧的化工厂 始终是俄军的一个攻击重点 这个化工厂非常大 很多建筑和其他结构 成为天然的最佳防御工事 俄军一直想拿哭 但一直没有成功 不过在炸堆旁边的污水处理厂的 各类站以南 俄军已经一步步制下 占定了部分地域 在阿福迪福加南部 沪运主动后撤製造陷阵 被俄军大役装甲中队专攻开辅田野时 用火炮、逼炮和磨机将其摧毁 但在东南部 俄罗斯占领了一些地区 现在正在不断地扩大进攻 并使用FAB-500狂军揽 阿西洛亚池机航 基本变成屯缓残兵 防守阵地已不复存在 互军可能已被逼退守市区防线 这里影响俄罗斯人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地方 但双方拉脚依然在激烈进行之中 还想进一步观察和确认 以便给予尽量准确和客观判断 后勤方面 互军一旦利用炮火保护自己的補级路线 補级路线没有受到严重威胁 一点是挺重要的 与此同时 互军继续重复以利夫卡 襲击俄军的关键后勤路线 大大碎让俄军发动这一轮攻击的能力 这个情况 请参见远三两日前为大家做的报道和描述 尽管如此 俄军再接读了命令 他们很不容易聚咎兵力 所以向前推进 现在因为俄军在重新集结过程中 失去了对阿夫迪福加化工所前面那片树立的控制 因此 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夺回那片树立 但这里有军在住手 火力亦不弱 对于俄军来说 这就是难上加难了 总体来说 乌军对俄军后勤路线实施了火力控制 而俄军必须利用这些路线 才是对化工所发动攻击 因此俄军只未能集结 足够的兵力 利亚跨乌拉的防线 还因为使用了布鲁克乌拉火力下的道路 而相约攻势 兵力不足 火力不足 亦使俄军没有办法力活应对新出现的威胁 还有私人说 俄乎双方在阿夫迪福加最惨烈地区局部战胜比 高达三十比一 整体损失比为十二至十五比一 也就是俄军局部损失是汇温的三十倍 整体损失是汇温的十二到十五倍 这样的数据估计可能有点偏高了 但从前才传回来的影片来看 局部十比一的交换比应该是有的 这里还有一段网友留言和大家分享下 这位朋友说 俄军强公军的机上阵 情况好似一战时的马英河战役 死伤十分可观 若果说第一次马英河战役 这里确实是一场异常纪念死伤惨重的大战 又称为马英河奇迹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刚刚开始 第二次帝国军队制定了速战速决的施利分计划 来势空空直奔法国而来 当时双方集结兵力在一百五十万以上 动用六百多目重炮和六千多目轻炮 巴黎城防司令加利埃利将军对阵德军参谋总长小慕奇 英华联军拼死抵抗 以伤为二十六万多人的惨重代价 硬毅将德军挡在巴黎教区的马英河半 矜持一役 德国速战速决的计划落空了 主要成为一场长期的消耗战 这场战役的胜利也算是被整个民军打了极强心针 而一至末期的第二次马英河战役 竟是以德军的惨败告终 而阿弗蒂夫加之战可以说也起到了类似的后果 最后再说几个中东地区的情况 四批日自家换下来已有69名人质获释 美国英雅富翁马斯雅11月27日抵达加杀 伸出防胆背心 在以色列独立内塔利亚湖的亲自陪同下 参观了租集的以色列社区 查看了被哈马斯十月抽集后的现场 马斯雅除后在X上和内塔利亚湖进行失事直播时表示 他同意内塔利亚湖的观点 哈马斯对犹太人有种族灭绝的意图 为了比加沙特更发明的未来 除了摧毁哈马斯之外 必无选择 但以后还需要建设加沙 要么仍看到希望 一个美好未来 本工作室对马斯雅知错就改 表示赞赏 并强烈建议马斯雅也顺别方 赞连斯基总统一定会亲自陪同 好了 以上是今天的新冷知识室节目 希望大家和我们点赞 转发我们的节目 也请点击订阅按钮 并打使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的节目了 多谢你的支持 拜拜